本日中に都内すべての小中学校におけます 明日の休校について要請してまいります 鉴于新冠肺炎在日本疫情擴大 北海道教育委員会決議 从27号起 道内所有公立小学和中学 统一临时停课 约1600间学校将受到影响 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 日本首例以都道府县为单位 大规模停课消毒 北海道截至25号 共有35人确诊 居日本全国首位 确诊病例除了两名小学生兄弟 和一名女高中生外 校车司机和中学老师等 一线教育相关人员也接连确诊 教委会希望藉由停课 让大家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至于高中是否停课 教委会认为高中生 有能力做基础防疫措施 占不作要求 庄社综合报道 大学生 dreams 参考人员 契留 健康